对咱们就是还没有到结婚 还没有到有娃的那一步 对吧咱们提前发 提前发生的这种事情 对你来说也是一件好事 是不是阿姨们叔叔吗 如果说你你们已经成家了 已经有娃了 你才再发现这种事情的话 阿伟我相信那会你更难受 我相信好事多么 我也相信未来你会遇到更好的女孩子 我也相信你可以的 咱们现在不要去想那个 情情爱爱的事情了 首先呢我们把公司给打理好 因为公司还有这么多人指望着你 他们每一个人的背后都有一个家庭 他们都需要这份工 这份什么 这份工资来养活背后的家庭 咱们看远一点 看长久一点 好不好 我相信后面你肯定能遇到更好的 值得你真心对待的 真正的就是说两情相怨的 不会说发生其他事情的 知道吗 直播就说了叔叔阿姨们都希望你们振作起来 都希望我们都会一起期待着你们遇到更好的阿伟 好不好 你听姐姐的话好吧 咱早就回去 好不好 你这样子 我很难想象 如果叔叔知道了叔叔会怎么样 没事阿伟 你那个啥 没事 公司的事你也别担心 家姐说了 你遇到什么困难 跟家姐说 好不好 没事 对不对 家阿伯 咱们给阿伟一起打一波加油 让阿伟咱们早点走出来 说实话叔叔阿姨吗 有些家人们说 阿伟你怎么那个啥了 其实 每个人发生那些事情 只有自己心里知道 阿伟这孩子呢 他又不喜欢去向别人表露自己的心事 他又不知道去跟谁说 所以有时候感情啊 或者说心里这种感觉没控制住 没控制住 他会自己就是跑出来 没事阿伟啊 听姐的 这都不是事 好不好 家姐 其实很多东西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你讲 就是 我 最对不住的 就是我这把斐施加热门 知道吧 我觉得很让他们失望 知道吗 就是 当初他们都这么祝福我们 然后 到 到最后就这个结果 我真的很对不起 我的斐施加热门 他们像我爸爸妈妈一样的 一直 祝福我 一直支持我 一路走来到今天 然后 结果就这样结束了 我 我真的很不甘心 阿伟 姐这么跟你讲吧 直播间所有的叔叔阿姨们 他们只有一个目的 他们希望你好 对不对 阿姨们 叔叔吗 四个家门来咱们 抠一波小姨 让阿伟看一下 咱们是不是都希望阿伟好 希望阿伟往前冲 对不对 这样吗 是的 这样 我们来口口小姨 让阿伟看一下 而且阿伟 如果是说 这个女孩子 她已经对你没有感情了 或者说在外面做了对不起您的事情 你不知道 或者说你已经跟她成家了 这对你来说是一种更大的一个伤害 这是直播间所有叔叔阿姨们更不愿意见到的 更不愿意看到的 你明白了吗 既然这件事已经发生了 我们应该开心 为什么 因为时间还好 不是很长时间 对不对 咱们还能去调整 去改变 如果说您真正的像刚刚嘉姐说的一样 你们已经成家了 你是发现这种事情的话 你告诉我 你怎么办 你是继续呢 还是说怎么样 我知道 你说姐姐说对不对 我也不想去想 知道 行 来来来 我开个视频阿伟 家门说想让我开一下视频 有些阿姨们们都见过我 来 没事 对你 我看看怎么开的 直播间叔叔们 阿姨们你们好 有一些姐姐可能不认识我 但是我想跟姐姐们说一下 我是阿伟的姐姐 对 有些很多家们还是知道我的 对不对 对 就是不管怎么样 阿伟姐还是想说一句话 你不用去想其他的好不好 事情现在已经发生了 咱们遇到事情解决事情 好吗 我是帮你赶紧走出来 因为你不单单只有 只有这一件事情 你还有很多事情 你有公司 你有爸爸 你还有自己的家 对不对 咱们要看看一点 好吗 不要去想其他的事情 好不好 然后你看你 之前你是一个阳光大男孩 你再看看现在你的情况 眼睛里没有光 胡子拉擦的 看起来像什么 看起来像三五三四岁的一个人一样 家姐现在不是说在骂你 家姐就想说你能赶紧走出来 不要就说因为这个事情 然后再去折磨你自己了 家门之前阿伟是不是是一个非常非常阳光的一个大男孩 眼睛里都是眼光都散散的 你再看看他现在 眼睛里完全是没光的 不能这样子的 你不是说在为你一个人而活 你还有家 你还有公司 直播家还有这么多叔叔们阿姨们在支持你 如果说你一直是这个状态 你振作不起来 会说你一直这样子 直播家阿姨们叔叔们多失望了 他们一直把你当孩子一样 当成自己的儿子一样 你不能这样子去对他吗 对不对阿姨们叔叔们 阿姨们一直在直播间支持你 每天陪着你 她希望你能越来越好 她就像亲了自己的儿子女儿一样 她希望自己的儿子能越来越好 有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有个好的未来 现在咱目前说遇到了那个事情 咱先放一放 咱调整一下自己的情绪 咱还得往前看 对不对 我们还有公司呀 阿姨们都希望你能越来越好 咱们不哭没关系的 就是 阿姨们我真不知道怎么说了 你们帮我去你阿威好不好 我看到她在我可难受了 你知道吗 我真的有说不出来了 你们帮我去你阿威行不行 叔叔们阿姨们 因为阿威她很听你们的话 阿威没事啊 我知道你现在此此刻你肯定很难受 很多事情肯定是 很多话现在也听不进去 但是姐还是想跟你讲 过去的事情就让她过去吧 未来会更好 有时候不值得你为她难过 不值得你为她伤心 知道吗 我真没想到这个事情会 也怪姐 姐那会也不应该说一些有的没的 今天看错点了 假吗 真的抱歉 真不好意思 我之前觉得 哎呀 其他话我也不说了 阿威啊 没事 姐给你几天时间 但是咱必须得快速走出来 不能让直播间所有的叔叔们阿姨们伤心难过 知道吗 因为你是个大男人 你是个男子 咱们该振作起来 咱不要为了这一点事情 为难了自己 让自己难受 你在这里难受 她在那边干什么呢 对不对 她在干什么呢 你越难受 她可能越开心 姐现在不是说一些什么 那些话 姐就想跟你讲 作为男人 对吧 事情发生了 该结束了就结束了 我们还要往前看 把事业好好的经营起来 让她看一看 好不好 我知道几件 我就是很对不起我这帮匪师家人们 一直祝福我 一直希望我好 然后我就这样子的结果 我真的很对不起他们 知道吧 阿伟 其实叔叔们 阿姨们 我都说了 他们希望你好 但是这个事情发生了 对吧 阿姨们也希望你能赶紧走出来 把这个事给忘了 你现在呢 只要振作起来 往前冲 你比原来更好 阿姨们就很开心了 你懂我的意思吗 你懂直播间叔叔阿姨们的一片心意吗 是不是叔叔们阿姨们 咱们对着来打拨对着 让阿伟看一下 直播间所有的阿姨们叔叔们 是不是像家家想的这样子 我跟直播间所有的叔叔们 阿姨们是一样的 我希望你们 希望你赶紧能走出来 因为 有些不值得的 咱们就放在一边 你看 阿姨们都说对 我知道你现在迟此刻的心情肯定很难过 我也知道 此时刻让你立马放下来 你肯定放不下来的 因为你对待每一段感情 你都是认真的 你都是投入了真心 但是怎么办呢 有些感情方面的事情 姐也不能跟你讲太多 毕竟这是两个人的事情 但是我想说的时候 咱们在一起的时候 开开心心的 对吧 既然分开了 咱们就彼此祝福对方 但是你不能让自己 这么颓废下去 你要振作起来 你要让直播间 所有的叔叔阿姨们看到 你是可以的 你不是说因为一个人 就把自己给那个傻了 因为说实话 直播间叔叔们 阿姨们也都谈过恋爱 都明白那种感受 确实一开始很难受 需要点时间治疗 但是我希望你能快速走出来 而且好女孩这么多 我也知道你身边 有很多女孩子喜欢你 你望眼看一看别处好不好 咱们看看身边的那些 真的你身边真的有很多 好的女孩子阿姨 不要去想这些了好不好 你相信姐姐好吗 相信姐姐 我没事的姐姐 阿姨们 其实说实话 在阿伯的心里呢 你们很重要 他们可能会觉得 他们可能会觉得 好像我又一次让直播间 所有的叔叔们 阿姨们失望了 感觉这段感情 他没有走到终点 所以他很难受 他觉得对不起 直播间的阿姨们的期待 有阿姨们说 家长你打个电话 去给那个二妹 去骂一下他 姐姐们你们觉得有必要吗 其实没必要 私信这样过去了 咱就让他过去了 咱们就祝福他吧 希望他好 对不对 咱也不去说人家的坏话 也不去说人家怎么样怎么样 因为感情这种事情 毕竟他俩还没有说 到了结婚 如果说结婚 结了婚 如果发生这种事情的话 确实挺可耻的 对不对 但是既然他俩还是在谈恋爱 都有选择 合适的在一起 不合适的咱就分开 对不对 没必要说 咱们要去说人家什么样什么样 对吧 这样吗 阿伟 没事 咱们就是祝福他吧 祝福他幸福吧 好不好我也希望你能赶紧走出来 好吗 弟弟 你可以的 因为说实话 你很 你呢 之前呢 也因为谈谈恋爱 也耽误了一些工作上面的事情 工作上呢 可能有一些进展 没有进展 咱们就趁这个时期 把所有的精力 都花在工作上 把公司做好一点 对吧 把公司做得更强一些 把思念先做大 咱们什么 遇到良人 咱们就谈 遇不到 咱们就先把工作给搞上去 好不好 不说其他的了 行吗 好 姐姐 没事 你跟我讲一下 您工作上面到底 现在什么情况 我还是没懂 工作上带 你会这样子呢 前段时间我还有问过 我说 公司现在什么情况 好不好 您跟我讲 一切运作正常 但是现在怎么又发生 这种事情了呢 工作上面 呃 就是我这边 我是这么想的 其实家姐 我是 我跟二妹 我们两个是 我是想的 就是现在上半年 你也知道 我公司也刚刚 这边是刚刚开业 没有多久 然后呢 现在很多迷野 投资在这个公司里面 然后这个 也很多迷野 压在这个商品上 然后 货上面 然后现在下半年 可能就会好起来 然后我想呢 二妹我们两个就 集会这种嘛 没想到计划 没有变化快 然后就 就二妹就飞开了 然后现在 我也没有完全呢 把息放在公司上 因为 有点息累 然后 公司的话 现在就是 前两天员工发工资嘛 所以呢 就是 你这一块有点 有点紧 但是呢 我已经想办法处理了 处理了之后 在公司也有点 有点被动 前天 昨天 员工都没有来上班 所以我压力也大 这种 你没什么的 下来调整 阿伟 你听姐讲 叫我们说 帮忙阿伟吧 其实所有直播 在说说爱你们 其实我真的挺感动的 你们一直在为我弟弟操心 我很感动 其实不用你们讲 我都会帮我弟弟的 呃 您您这样子 阿伟 您现在我知道 可能公司里面 有一些员工 你可能你发不出来 您这样子 姐 姐那会给你安排的 这个你不用担心 首先一点就是说 呃 你现在不能去想 其他的事情 你先把公司给弄好 因为公司 不是你一个人的 公司还有很多人 在等着你 他们靠你吃饭的 如果是说 你看 公司你丢在一边 你现在米都发不出来了 你知道他们如何生活 他们生活需要米的 你明白吗 阿伟 咱不去想瞎的 你遇到困难 你跟姐讲 知道吗 姐说了能帮你 就是帮 你缺米人 怎么不跟姐讲呢 姐可以立马安排财务 直接给你转过去的 你这样子就不能 你听清楚 阿伟 姐在这里再给你讲 讲一句话 民工牢牢的记住了 咱们什么都可以欠 但是员工的钱 一定不能欠 知道吗 因为他们工作一个月是很辛苦的